台湾有望成为制定植物诊疗师专法全球首例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植物诊疗师法草案 未来将会透过国家考试选材认证推动制度 不仅能管理国内高风险农药 同时能够提供植物诊疗为农产品的安全把关 可以健全我们植物防疫的整个人力的补充 能够做到保障粮食的安全跟公共利益 可以凸显到政府对于农产品安全的重视 跟维护自然永续发展的一个决心 农业部表示植物诊疗师制度 不影响农民作物诊断咨询服务的需求 而植物诊疗师不得贩售农药 但是农药制造或贩卖的业者 可以聘用植物诊疗师来提升专业服务 至于林业 园艺还有农艺技师 则是不适用本法的规定 不会影响职业的权利